大家好,我是小敏 这些年我走过南,穿过北 穿越过危机四伏的热带雨林 踏足过天寒地洞的冰窗雪月 并且在极寒的冰雪世界里 品尝过自己亲手制作的超级大雪糕 也曾在风雨交加的荒岛上 不断调整自己的极限 不过在上一次的雨林生存挑战中 出现了一点小插曲 所以不得不提前结束挑战 生命本就是一场旅行 挑战从未直播 经过这一个多月的调整 我们再次登上轮渡离岛 又转坐飞机横跨了大半个中国 从祖国的最南方飞越4000多公里 来到了哈尔滨 又踏上雪国列车行驶了一天一夜 再次来到了祖国的最北方 大西洋里地区墨河贝基村 来到神州北京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美 冷到什么程度呢 你看就离这河面都冻起了冰花 探险不等于冒险 这一期我们将在这里打造一所寒冰雪屋 所以这次我们携带了很多工具 和一些备用干粮 以及一台大公寓的户外地员 这鱼紫园非常丰富 走我们就去那里大厅 行走到湖面上 一定要时刻观察脚下的冰层 是否冻得够结实 像这种没动作的冰层 要是没注意火锅了 这下去就BBQ了 还有这河面上没动作的缺口 它的吸力是非常强大的 要是不小心掉进去 顺境就不必吸进冰层下 走吧咱们绕着点 哇 来你看这湖边上有很多双姑娘 红彤彤的一大片呢 记得小时候发店的时候经常摘了吃 中果子吃起来酸甜酸甜的 把它们都摘下来 装包里留着以后做水果捞 不过这树枝上全是 摘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哇 这一片都摘得差不多了 你看摘了麻烦的一大包 差不多有个一斤多 做水果捞的话 足够咱俩吃一对了 这片水鱼躲起来非常的吃 这地上的草盆子 到一道 到一道 哇 终于是让我找到这片冰屋了 听说这条冰屋下的鱼资源非常丰富 往上我就做个补育装置 明天试一试 搭进选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以在这之前 我需要接受湖边的这些数字 先搭进一个临时的冰屋所 在野外 我们一定要学会利用周边 一切可利用的材料 像这个铺垫的大树 真正好可以用来做冰屋所的毒量 人字型的壁屋所结构简单 搭进起来 寄生材料又成功非常的并解 然后就点赞 盖上一层红 而且它铺得严严实实的 这样子 我们就拥有一个密不通膨的临时小屋了 这旁边看着它铺这些大树 再盖起来 它弄起来 等明天再转身材料来 把门封起来 这里在东哥看 看现在是热火 这样就会更暖火了 今晚有没啥事 我就现场做一份挑战的 先进品尝一下 再撒上一把白皮沾的生风量 等到三分钟就能脱抹 等待的时间 我们再烤上两个土豆子 为了能让我们在野外用火更安全 我们还随身携带了两瓶灭煮气 这样子在野外生活 去哪 心里就踏实多了 来吧 土豆子也熟了 咱们一人一个吃完了扫地休息 别说这碗烟吃起来 就是香的